这个回答我满意 那给你点奖励 一鸣哥 我现在 在你的办公室 住在你的椅子上 这里都是你的味道 我很喜欢 十月 十月 你憋这样行吗 鸣哥 我美吗 我和安安姐比 谁更美了 一鸣哥 你是爱安安姐多一些 还是爱我多一些 哪会有时候我 我 安安姐 安安 这个时间 你怎么会在公司啊 别想到在公司 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画面 安安姐 你总是这么严肃的表情 很难看的 其实啊 刚才这种事情 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就因为这里是严肃的场所 所以才好玩啊 安安姐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男人 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现在这个男人 还是我的合法丈夫 你是觉得更刺激吗 是啊 安安姐 你不能为一名哥 我愿意为你代劳啊 石月 你别乱说话 你抬头看看那儿 那儿有监控器 二十四小时记录的 这么精彩的画面 我得让全公司人都看看 你千万别这么做啊 你冷静一点啊 站住 别走 别走 你别走 Grego 大晚上在办公室穿成这样 勾引谁呢 我愿意穿成这样 你管得着吗 你这个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离一廉恥 你懂吗 我们姐妹聊天 跟你外人有什么关系 你勾引的男人是我哥 这是我嫂子 我最好的姐妹 我们是一家人 你才是那个外人 我就不是外人 英明哥只爱我 像你这种脑子有病的 女人男人说完就跑了 拎不清啊 你才有病了 全世界都有病 我没病 别闹了 这是一鸣的行李 麻烦你交给她 你好 安安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了 给我开门 你开门呀 安安 你听我给你解释行吗 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我把你所有的东西 都放到公司了 妈 这真的就是个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开门你听我解释啊 开门 咱俩结婚这么多年 咱们的婚姻没这么脆弱的 咱们的婚姻没这么脆弱的 你得给我一个机会解释吧 给我个机会啊 给我个机会啊 我没给过你机会吗 我让十月搬家的时候 我没给过你机会吗 我让十月搬家的时候 我喊你去旅行的时候 我没给过你机会吗 那天我从我妈家回来 我撞见你 我的心像刀子炸一样 我希望你坦白 可你呢 你随便编了个谎 你就想掩盖过去吗 好 好 不管我做了什么 我都不辩解了 妈 我们夫妻一场 我现在只求你 给我一个机会 只有一次就好 行吗 妈 我给过你那么多次机会 我希望你回头 希望你坦白 可你呢 你在做那些我做事的时候 相守激情的时候 你考虑过我吗 考虑过欣怡吗 你考虑过我们多年的情分吗 妈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欣怡呢 那欣怡怎么办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怎么来了 安安 我想和你聊一聊 我现在没时间 晚点说行吗 不行 那你什么急事嘛 一大早都那么着急 我必须跟你谈谈 可是我现在真的有急事 我要出去 你去哪儿 我送你 安安 其实在国外的时候 我就认识石月 我和她短暂交往过 后来分手了 那天我送你回家的时候 看见她了 竟然没有想到她是你妹妹 她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加复杂 更加危险 石月 她有过激行为 让我不能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所以我迫不得已对她 申请了人生禁止令 她是你妹妹 她是你妹妹 我跟她说她是你妹妹 她是你妹妹 她是你妹妹